在第四呀,张颂文的新剧还是高开低走 金庸武侠世界拨着拨着热度却逆转了 而冠军和亚军分别赢在了爽感和反差学上 以下小编精心整理出五月新剧热度榜TOP10 看看最近大家的话题中心都在聊什么吧 看完本期视频,让您的关键选择有个大待参考 六月新剧热度榜TOP10 唐小天,庄达菲主演的柳叶斋星辰 我们人前夫妻任务一做完一拍两下 又是这种常见的先婚后爱谷偶剧 这题材如今也只能沦为热度榜垫底了 不过柳叶斋星辰,论看点来说 堆积的还是挺足的 主打的是甜宠爆笑以及悬疑探案元素 同时又加入了一些武打和谍战 剧情主要讲述了京城传闻的神秘妾贼柳叶贼柳蓉 他为了报答苏国公的救命之恩 以其女身份嫁给了京城守卫侍郎许牧臣 在日常相处和官贼交锋中两人见生情愫 同时也揭开了柳蓉绅士和玉佩之谜的故事 虽然该剧看点挺多 但把这些元素都放进了古偶剧当中 还是缺乏了题材内容的优势 而唐小天和庄达菲虽然人气不高 但演技倒是可圈可点的 不过要论颜值 跟许多流量演员还是有点差距的 因此呢 如果实在剧荒又喜欢甜甜的古装剧 那么可以拿该剧来试试下饭哦 六月新剧热度榜Top9 蒋龙碧文俊主演的时光代理人 喜欢二次元的千万别错过了 时光代理人同样是这个月的新剧 但目前还没什么人知道它 因此热度也是比较低迷的 不过这部剧的创新 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 时光代理人 本就是B站原创动漫中 人气最高的一部 它走的也是少年歌行 艺人之下等漫改剧赛道 但它是采用了单元剧的形式 在一条悬疑主线的框架下 串联起七个单元故事 每个故事间又环环相扣 同样是都市奇幻的路数 借助照片来实现穿越 重点是穿越之后去干了什么事情 很多网友看了该剧后 纷纷发表了幽默的评论 有人调侃道 如果我有这种能力 我肯定会穿越回去买彩票 还有人感慨道 这部剧让我真正体会到了时间的宝贵 以前总是浪费时间刷手机 现在开始我要珍惜每分每秒 如果真的能凭借照片穿越回去 你会去做什么呢 六月新剧热度榜 Top8 陈妍希和润东主演的 但愿人长久 该剧可是根据邓丽君的真实成长 和奋斗历程改编的哦 也是首次被其家族授权拍摄邓丽君传记的作品 在制作方面 剧组也是挺还原时代气息的 在国内外多地取景 在线传奇歌手邓丽君的璀璨人生 还原邓丽君台前幕后的真情实感 而对于陈妍希这个选角 你觉得他有演成功吗 总之 对于观众而言 看到的不仅仅是邓丽君的个人传记 更是女主和家庭之间的相互扶持等等 后者是更具备感染力的 但愿人长久 主要讲述了华与世界永恒的声音 邓丽君的传奇追梦历程 展现了邓丽君 从一个平凡的小女孩成长为中国第一个 走上世界舞台的超级女生的奋斗之路 六月新剧热度榜 Top7 秦海璐 宝建峰主演的时光正好 时光正好 按今年来说 也算是一部热度与口碑还不错的家庭剧 爱奇艺战内热度突破了7000 大家都说她把中年人的生活给掩活了 尤其是对中年女性生活细腻深入的探索 触动了众多观众的心弦 该剧的故事聚焦于中年女性身上 女主许孟安是一位中年高管 看起来光鲜亮丽 实则职场 以及家庭各方面都面临一堆问题 虽然这是一部家庭剧 但没有想象中那么狗血 剧情呈现了不少普通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有些情节让小编也产生了许多共鸣 六月新剧热度榜Top6 朱亚文 侯勇主演的海天雄鹰 谢志宇 你的时刻到了 这部剧的热度能排上第六 也是由于一大波男性观众涌入了进来 这样的题材原本让许多男性观众感到振奋 本来航母就有一种神秘性 一提到航母 大家都会感到无比震撼 但是该剧组用了六年时间打磨 最后竟被网友要求停播 也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首先 很多观众吐槽 该剧的特效水平非常差 不过 它要还原真实性也是说得过去的 其次 逻辑存在重大漏洞 而且能把这么好的题材 拍成这么俗套 剧情像是直接搬用的其他国产剧套路 沾亲带故 狗血俗套 感觉很对不起这么严肃的题材啊 就不能一路专业下去吗 不过舰载机的飞行 拍得倒是非常真实的 也很有烟火质感 能让大家感受到了真实是非缘们的日常生活 总之 这个题材在该剧组的制作下 还是有点浪费的 六月新剧热度榜 Top5 此沙 包尚恩 王洪毅主演的金庸武侠事件 年轻人 总要吃点苦头 不要被愤怒冲昏了头 差不多就是独步天下了 不此想 必定是九死一生 我跟你一起 大家要知道的是 2017年李一同版的射雕英雄传 可是在豆瓣上冲出了8.0的高分哦 大家几乎是一面倒的好评 而这次的金庸武侠世界 本来大家以为是改编了金庸的全部作品 实际上也就只是个射雕英雄传的再一次犯拍 不过这次倒是集结了不少知名人气演员 以至于腾讯视频站内最高热度达到了两万两千 但要论口碑来说还是挺惨的 这一版前期并没让大家看出有太多心意 土黄土黄的滤镜也被大力嫌弃 不过武打镜头还是可以的 每一次的打斗都流畅自然 看上去力量感十足 拳拳到肉也颇有金庸武侠的描述风范 并且是以单元格的形式 也让这次的翻拍变得别具一格 节奏也比旧版要快很多 小编目测 或许剧情的后期能够口碑逆转 话说回来 最让小编眼前一亮的 还是孟子义饰演的没超风了 过去没超风的形象 总是令人感到一丝寒意 而这次的经验程度 直接把黄龙的风头都给抢去了呢 6月新剧热度榜Top3 张宋文 荣子山主演的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 黄标戏骨张宋文又来演悬艺剧了 这次他可是还搭档了 隐秘的角落 中实力派年轻演员荣子山 这样的班底 大家都以为要打造出一个爆款来了 但最终 爱奇艺战内热度的最高峰值 也就达到了8141 整体完全就是高开低走 网友都在吐槽剧情太水了 没有悬一剧该有的刺激感 一些情节也有些故弄玄虚 反复拖沓 再加上这部剧前期 节奏比较慢 要撑过几集 才会开始渐入佳境 而后面的话题度倒是逐渐高了起来 大家纷纷聊起了剧情内容 比如猜测到底是谁杀死了边界 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再来几个惊天反转 就这样 话题度瞬间被提高了上去 不过仍打不到爆款程度 小编想说 难道狂飙之后的张宋文 就再无爆款了吗 看不见影子的少年 主要讲述了一个失故的 老刑警王仕途 和一个以边界身份回归的孤儿小妻 从敌对试探到互相救赎 最终齐心协力 查找凶案真相的故事 六月新剧热度榜 TOP2 刘亦菲 佟大为主演的玫瑰的故事 刘亦菲不愧是排名第四的女顶流呀 这次玫瑰的故事真的很狂 原本通常比较容易走热的都是古装剧 但玫瑰的故事靠着刘亦菲而获得了超高话题度 热度持续攀升 创下了腾讯视频站内都市剧中热度最快破三万一千的新纪录哦 不得不说 玫瑰的故事也必须由刘亦菲来演 女主黄一眉的设定本就是男人都爱的大美女 有网友点评到 这部剧绝对是个很好的做梦题材 我不仅在清华家庭下长大 还拥有着神仙容颜 而且有这么多男人都爱我 让小编今晚也做一个这样的梦吧 嘿嘿 话说回来 如果找个不够经验的演员来演 绝对被网友群嘲 而大家本身就对刘亦菲的颜值和演技都非常认可 观众也是边看边感叹刘亦菲真的好美 对于剧情方面 其实和原著相差挺多 但小编觉得反而剧版改编的比较接地气 虽然更狗血了些 不过一些渣男的情节 更能引起观众的讨论欲望 因为这些情节 基本都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对应的渣男 这才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而这几位男主也都演活了自身的角色 让网友们纷纷感到气人 但又觉得很真实 六月新剧热度榜Top1 吴锦言 王兴月主演的墨与云间 本月6月2号开播的墨与云间 绝对是阅读热播的第一名 而且或许还是整个年度 古装爽剧类的天花板呢 有网友总结 其成功之道就是 没有人能拒绝前期 反杀绿茂男的剧情 干就完了 而且女主的这种金手指气质 向来就是爽剧必备 当观众跟随她的视角 看着一个声名尽悔 跌落谷底之人 走出绝境区密集 观剧体验自然是不错的 而这次于正确时也没有吹牛 她让吴锦言终于又走起这类型的戏路 本来就有着沿袭攻略的先天优势 况且如今的吴锦言 还多了一丝沧桑和稳重 真的就是完美人选 非常符合该角色 总之看吴锦言智斗继母 复仇扎夫 从绝境开局到密封翻盘 像在游戏里打副本 过完一关又一关 非常的痛快 像这样的复仇爽剧 基本都能牢牢拿捏住许多网友的心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月月亮小编最喜欢看墨语云间 时光代理人 还有言心记 你最想推荐给朋友看哪几部呢 评论区写下来哦 对不yl来的 爱谱 你但不许哪